作詞・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逐假作業大概四五年前就想拍了 還有什麼需要 這邊是沒有DX團 就是你其實到一種程度的時候 你會自己對生活會有這種體驗嗎 我常說這個什麼人拍什麼電影 這是第一種 第二個是什麼時候拍什麼電影 老師一喊 在一時候開始動作 就是扛著民權往岸上走 奶奶死了 奶奶來這兒怎麼奶奶死了 有什麼話 奶奶怎麼心都沒死 就是一個小屁孩 從都市來到了 因為媽媽死掉了 所以要陪阿公 然後因為我到鄉下 就是很配合做事 我覺得是被爺爺罵 做了沒有關係 快 不好意思我了 在這個角色中的爸爸 其實並不是一個 那麼關注到小孩子的成長 那所以在很多的過程當中 他忽略了對孩子的照顧 爸爸跟孩子之間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會有一些逐漸的處理感 你會覺得那個處理感 是一天一天出來的 他吃飯自己弄 你們兩個人一個孕日麻辣 就想賺錢了 儘量講台語 然後我知道他們聽不懂 結果講一個國語 上課啦 快去 其實有一個非常窮苦的家庭 他的父母親 是沒辦法陪到他身邊的 他們對兒女的關心 或是不會因為隔代的關係 就是會傻 好 換個手 換個手 給姐姐換個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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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給姐姐 還有一種家庭是物質生活非常好 但是一樣 他們要忙他們自己所謂的自私的事業 然後把小孩子也是給爺爺管 爺我想看電視 我也想看電視 我要看 對 我自己跟我兒子的關係 其實從小他的成長 我工作一忙碌 我拍戲的時候帶他身邊 就是很僵世的朋友 他的成長如果可以重來的話 我一定放棄我在電影圈的工作 我會專心陪他 因為我們做這個行業 常常陪不到兒子 陪不到小孩 雖然他在我身邊 所以你問我動機物 那是一個責任吧 你問我們這 我為什麼要動機物 你不可以了 12月6號 暑假碰液